大家好,欢迎来到每月的计算机会刊特色论文介绍 我是计算机会刊的编委,中科研计算所提及极构国家重点实验室 控制计算实验室的含河 2018年5月的特色论文题目是 针对神经网络训练的异钩多核系统高效片档网络设计 作者来自于华盛顿州立大学 转接神经网络已经被广泛的应用在各类智能应用中 如计算机视觉和语音识别等 然而,转接神经网络的训练需要消耗大量的存储和计算资源 与GPU硬件能够支持大规模数据并行 基于GPU的多核平台已经广泛的应用在加速神经网络的计算中 然而,大规模数据训练时 需要在CPU和GPU之间传输大量的数据 这导致严重的传送延迟和功耗开销 使用CPU和GPU混合的多核易格平台 能够有效地减少训练时的通信开销 它通常由多个CPU、GPU和内存控制器MC组成 在多核互联中 多个GPU将被互联到线上网络中 在卷积神经网络训练加速中 如何处理通套请求以达到高能效的通信开销 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点 本文提出使用混合OOC互联的单芯片 异格平台以加速高能效的卷积神经网络训练 传统的Messie批上网络托普 不能满足CNN训练时的通信请求 以主图为例 内存控制器MC需要大量的通信开销 这意味着少量的链路将被频繁过量的使用 如右头红色剑头所示 这将因此通信瓶颈导致系统性能急剧下降 本文提出的混合片段互联机构 YHIT ONC 它既包含有线连接 又包含无线连接模块 通过引路单跳低延值无线连接模块 能有效地避免长路径有线通路 对于网络中的不柜子互联 通过引路网络激进 Shortcut 并选择最低能量延持机EDP的通路 来提高网络温吐量 YHIT ONC 主要包含三个重要步骤 问题建模 创建有线互联 放置无线机口 首先 针对ONC连接通道开销问题进行建模 包含定量化通信特征 设计合适的对象 设置核内网络的约束 其次 通过建立网络候选集 来减少连接的平均利用率和标准偏差 并选择最小EDP的有线连接作为最优方案 最后通过合理分配无线连接接口来减少EDP 并考虑不正乘网络的无线连接利用率 左图主要介绍年纪利用率的实验结果 相比前任工作 本方法的CDF曲线往左偏移 则意味着本方法能有效地降低年纪利用率 右图主要比较通信延迟和网络吞吐量 本方法能有效降低1.8倍的通信延迟 并提升2.2倍的吞吐量 这张图展示了全系统的新能评估 实验结果表明 WireHit OEC能极大的降低通信延迟 和提高能量延迟及EDP 谢谢大家的关注 提醒大家 这篇论文可以在一个月的时间内 到屏幕所显示的地址下载 不要忘记访问计算机学会和计算机会刊的网址 最新关于计算机会刊的消息 请访问杂志主编马塔西教授的网页 请访问杂志主编马塔西教授